跟長輩們去 那個感受差很遠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很趕 我們有一次在動物園 動物的叫聲有很多 走多了一會就聽到一個動物的叫聲是 喂! 喂! 然後我們初聽到沒什麼 直到她說 夠鐘啦! 我才知道原來 還有就是我姐姐和我媽 她上次跟我說了一句很傷心的說話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哥仔 Hello,歡迎收看EG大哥仔 現在就是新城電台,你們可以看到 發生過什麼事? 我是做主持 你是主持 我是... 你是嘉賓 對,我是嘉賓 就是妹妹,現在就會主持一個 新城的節目週三限定 12月的每個星期三 10點至11點都會有我的 大家可以留在上面 沒錯,12月內有兩集就是我 沒錯 Yeah 好,大家就看看我們一人間會說什麼 Hello 你好 Hello,大家好,我是曾樂彤 為什麼沒有英文名字? 因為我小時候真的改太多 我小學的時候是一年改一個 蛤? 我小時候一出生叫Stephanie 但是我不懂傳 就改了叫Kelly 然後去到小學的時候 就不斷每一年都... 就好像習慣了一樣改 改到中一的時候 就停了 就覺得人生很累 就是用自己的傳 我已經叫到不知道是我叫錯 還是你之前用過,我忘記了 你有叫過我的英文名字嗎? 有叫過 為什麼? 取消我的英文名字 OK Kelly 哈哈哈 我以前小時候第一個目標是想做畫家的 現在你還有沒有記住這一樣的... 畫畫 沒有,超討厭畫 哦 一個極端的樣子 對,因為我讀藝 但是... 對,我猜不到你超討厭的 其實... 大過了,接觸了什麼是藝術之後 其實他有在教育制度那裡 分成是fine art 以及設計 我本身做的一些藝術作品 都是比較conceptual 或者是installation 就不是fine art 他會全全不明白 哇,很厲害 你怎麼又瘦了 你在開啤字還在討論什麼? 哦,瘦了 因為我捏一捏他瘦鼻 他瘦魚塵 我澳洲飯就這樣 很奇怪的 因為他曾經就很肥 他當時的減肥方式 就是暴秀不吃東西 飲食上又是圓圓不折仔 又經常喝酒喝到肝很傷 阿媽不知道 姑媽已經知道了 以為你作為Youtuber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態出現 因為他是在說我肥 我真的有興趣看你當年那個肥體 都不是最肥的 他小時候是最肥 但他當時的肥就是 他又會覺得 他不想是搞笑的 像林家榮一樣 謝謝 他說好像現成玉 哦,現成玉嗎? 他上次跟我說了一句很傷心的說話 他說幸好你的樣子正正常常 如果不是你沒有朋友 你忘記了我 我面對得很好 因為我只是誓我哥 原來中學確定是誓我 對,我就誓你而已 我經常都問我經理人 欸,我是不是不用工作嗎? 我可以飛嗎? 我記得有一次就很好笑 我問公司經理人說 可不可以放假? 然後經理人說 沒有啊,留下消費 哈哈哈哈 然後很難留下消費 跳傘我不敢找 竟然? 跳下去那一刻 我覺得我是... 跳下去那一刻最不害怕 什麼事? 最正 跳傘是你們兩個一起去的 對,八人彎 然後一開始我有想過 其實如果你要拍出來好看的話 一定要有人害怕 正常我是一個很容易害怕的人 對啦 然後誰知道他不害怕 我也不害怕 幸好我第三個攝影師害怕到傻了 不然真的不好笑 誰想看我們很開心的跳 他們又不能跳 很好笑的那條片 他是崩潰 他就... OMG OMG 哈哈哈哈 開了散後才漫長 我完全想要到我看不到的風景 我也很開心 而且其實真的不害怕 他那個真的很好笑 因為我們看一段影片 那個專業人員 開散的時候 差點開不到 他自己是很開心 不會在那邊 但是我超開心的 然後那個人在... 在那邊請他 我不知道 我看一段影片才知道 即是他的散開得不漂亮 然後他要不斷... 對 他的樣子是極度困惑的 但是我的樣子是極度開心的 餐廳又有另一條G-Landing 對 非常出現了 那個風呢 那個感覺是很舒服 我看到那些影片是那些人... 暈了 我沒有 我拍得很漂亮的那張照片 所以你張開口的 你張開口就看不到 我一跌過來的時候 我已經做好了表情管理 即是我是超漂亮的那張照片 掛完妝 好啊 現在是爛了你 但你拍出來很漂亮 我完全沒有 但是我的樣子很壞 沒有 但是... 是不是上去的過程是最害怕的 上飛機的過程最害怕的 因為他在飛機上面 我們三個是最尾的 看著前面的人就... 像是特工一樣 不是啦 聽著那些聲音 啊 哈哈哈 我們其實想說說澳洲 對 因為我剛剛在澳洲回來 在旅途 然後就收到他的WhatsApp 然後就說 哈...我真的... 很想念你 他說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去 你行 就是不要說是跟家人去 是跟長輩們去 那個感受差很遠 因為他們的生活節奏跟你很不同 所以就...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很趕 可能在天尾嚇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想回家了 嗯 我們是有一次在動物園 動物園裡面動物的叫聲是有很多的嘛 我們走多了一會就聽到有一個動物叫聲是 喂 喂 然後我們初次聽到沒有什麼 是 直至到他就說 夠鐘啦 哈哈哈 我才知道原來動物園 叫聲是我姐姐的媽媽 是中國籍的這個動物 哈哈哈 他就叫了整個動物園都聽到了 叫沒有什麼為和感 哈哈哈 究竟你們有沒有分別 或者是在一起 都去過一些地方 你覺得很深刻 很值得去分享一下 不如說一下哥哥說 OK 那我上一個旅程 就是我第一次會去一些很明星的地方看東西 就是那個 有一個叫十二滿土石的地方 剛好因為那個是鴨仔團來的 那我發現乘車都有一股那些金的味道 還是那些... 金黃金炒 不是 是橙啊 橙啊 橘啊 還有一種叫金 神經病啊 是我不回來啦 乘車都是 然後我一下車看到垃圾桶 哇 整垃圾桶只有那些金皮 我想如果我今天去那個旅程的地方 我應該崩潰 因為我有生果恐懼 是嗎 是嗎 因為我是很害怕生果的 所以家人從小到大都不可以在我面前吃生果 那你死定了 因為那裡是很開揚的嘛 海風又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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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鴨仔團的旅遊班不是只有我們一家的嘛 裡面所有人都是撕著那個金 我猜是不是應該經過那些農場 有名的 我要投訴這間旅行者 我不知道 我懷疑他們的金是自備的 我... 不是啦 因為外國很多這些 我害怕 因為外國很多這些 經過這個農場 它是整個士多啤梨圓的樣子 那你整車就買了士多啤梨 那時候去泰國 我們有一站都是去生果樂園 然後我跟旅行社說 這個站都是不行的 我真的做不到這單生意 怎麼打的? 很害怕 很小的時候已經很害怕 是嗎? 但是如果你說蘋果汁、橙汁 只要沒有渣 或者我看不到那個圓形的話 那我就會喝 我會想如果有一天是果汁才生上 你拍廣告 然後那個內容就是... 反正是一堆橙汁 不...不...不... 不緊跳 特技 現在... 發六磨 對啦... 如果你說要我睡是假的橙汁 我就可以 但如果你說那些是真的橙汁 那個廣告真的很多錢 我都會做 好帥 原來歸根舊底 我怕人在那邊噴血 原來歸根舊底 都是關閣的 金是不是 不是,那個生果 是種類的 有些生果是多少錢 榴槤 荔枝 火龍蝦 在那邊都會噴血 真的不行 那些我真的不行 奇異果呢 奇異果也不行 奇異果也很噁心 我真的不行 不行啊 真的不行啊 很奇怪的特性 所以他不是地球人 好像超人怕黑氣 是呀 他怕橙汁 EG你說這個金的故事 就是純粹 我會令到很深刻印象 就是我看到十二門徒石 但我數不到十二粒 好像是倒了幾粒 那為什麼叫十二門徒呢 因為有十二粒 好像說一開始 那為什麼不是十二粒龍珠呢 為什麼不是十二星座 那我怎麼知道呢 那為什麼呢 人家一定有解釋 是你沒有做功課而已 你怎麼這麼理直氣壯 一定是你不知道 所以站在那個位置的時候 因為第一次看大的名聲 是覺得我很棒 但是我以後也有一種印象 就是那裡是充滿了金的味道 你弄得我以後也不想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EG你說你之前不喜歡去這些名聲 例如你去巴黎鐵塔、故宮等等 你不會去的 我不是不喜歡去的 你會覺得悶嗎 我沒有錢去的 我怎麼會說會 我很喜歡去的 但是通常你去到這些地方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真的沒什麼特別 是 只是人 多的是人 東京鐵塔、倫敦、泛國大笨宗 哦,對 是不是倫敦是泰文大笨宗 然後還有意大利的一些彩色的樓 你去到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其實跟彩虹村差不多 對 那些人來到彩虹村也很貴 應該是差不多貴的 不是 誰知赤戒應該都差不多 救命 意大利人很不開心 不是 因為那些外國人 之前不看失分 就是美國人來到彩虹村 好像來彩虹村 然後覺得原來不一樣 其實我們去到的時候 都會覺得 其實都是懂得彩虹村 就是那種感覺 第二,星期一、三、五、六、七 星期一和星期四會出片 記得分享我們的片唱 下支影片再結束 拜拜 拜拜 年輕吧 就當聖遙的少年 無需怕 什麼真實的